我们家有两个精力旺盛 荷尔蒙爆棚的青春期的小朋友 他们现在读高中一年级 他们两个也是双胞胎 哎呦你可不知道过去这三年 我怎么熬过来的 这俩孩子把我折腾的够呛 真所谓青春期撞上了疫情期 外加一个更年期 我几乎动用了我所有的 可以动用的脑细胞 天天的跟他们斗志斗勇 最后换来的就是我自己的身心疲惫 心力焦脆 遍体鳞伤 外加一个浅驴肌穷 好在幸运的是 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 从漆黑的黑夜爬到了白天 无论窗外怎样的风雪交加 电闪雷鸣在我的内心里 永远的停留在晴天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里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这个当妈的 大战我们家青春期小朋友的故事 当然所谓的大战青春期 绝对没有输赢 换来的是我这个当妈的个人认知的提升 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 教不会教不好的孩子 只有不会教不知道怎么教的家长 到目前为止 我的认知就是 如果我自己想当一个合格的好妈妈 我必须具备以下三点 第一良好的自我情绪控制能力 第二良好的沟通能力 第三彻底的放弃幻想和期待 那接下来的人生真的是处处的充满了小惊喜 回想一下过去的日子 你想得起来什么时候是你最自发自动 积极热情的主动学习的阶段吗 我想了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那就是在我当新手妈妈的时候 新手妈妈就意味着你面对新生儿 你完全的没有经验 一无所知 束手无策 对不对 哎呦 现在想起来也正是因为我那个时候 积极主动的学习呀 提前的参加产前学习班 到了医院 坚决的听从护士的专业意见 才得以能够从容不迫的迎接新生儿的到来 如果让我给我自己当新手妈妈那个阶段打分的话 给我自己打满分家 为什么打满分家 因为我真的是出色的完成任务 照顾新生儿得心应手 从容不迫 而且实现了七个月的母乳未养 你要知道我这怀的是双胞胎 早产儿七个月的母乳未养 多不容易啊 所以我给我自己打一满分家 我能出色完成新手妈妈任务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我能够积极主动的学习 作为一个新手妈妈就是说你要有意识 然后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你还能做到 这三样达标了 结果呢 当然是毋庸置疑的给我自己打一满分家不是吗 那后来到了我们家的小朋友 学龄前和小学阶段 哎呀 我给那个阶段的自己只能打一个及格 为什么呢 我现在想起来 主要是因为跟新手妈妈阶段相比较 我缺少了自发自动自主的学习的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我没能像新手妈妈那样主动的去学习呢 主要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童年和小学阶段有了一个记忆 因为人对三岁以后的自己是有记忆的 你在幼儿园老师是怎么教育你的 我在小学阶段 我的父母会需要老师怎么要求我的 我们那个时候的好孩子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那就是一必须学习好 第二听话 第三帮家长干家务不惹是生非 只要你做到了这几样 你就一定是邻居家眼中的那个好孩子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小的时候 我也会拿我自己的童年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回忆 首先我就在想 在我小的时候 我不喜欢我父母的什么 那就是他们不支持我学习阴体美 他们教育我学好数理化 左边天下都不怕 那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体育特别重要 一是健身强体 二是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 所以在我们家小朋友 三岁的那个冬天 三岁半吧 就开始学滑雪了 四岁开始学游泳 各种体运动都尝试 看你学习哪个 一直到现在 那音乐美术啊 那是精神食粮 我也就使劲的熏他们 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 我做的要比我父母强 还有一个我不喜欢我父母的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他们从来不表扬我 就算我拿好几个一百分回来 他们也不表扬我 总是说哎呀 不能骄傲啊 不能咋咋咋地 就是我心里特别渴望 得到父母的肯定和表扬 这种渴望从来没有被满足过 所以那我在这方面 我就特别注意 并不是说我自己记仇啊 我就是记得我小的时候 三年级啊 还是二年级啊 我得了一个文体大队长 带一个三道杠 文体大队长 在整个小学部就只有一个 小朋友的心思嘛 就是为了得到家长的赞扬 我那天就特情了 就去接我妈下班 在她下班必经的路上 在她等着她 其实就是为了得到她的表扬 我妈妈的同事都说 哎呦张老师你看归 你真棒 得一三道杠 我当时特别清楚的记得 我妈就说 哎呀她那个三道杠 是文体大队长 不是学习大队长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她那个大队长含金量太低 不值钱 是搞文体的 哎呦妈呀 真是时时尽迁啊 要换到现在 我们家还就能拿一个 文体大队长三道杠 我乐开了 花了 我高兴死了 所以在我们家小朋友 小学的时候 我在这方面就特别注意 当然那个阶段 我一定是想做个好妈妈的 但是就是说 我在认知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特别顺其自然的 想起了我的童年 就套用了我父母 他们那个年代 对好孩子定义的那个概念 就认为听话的就是好孩子 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做的 特别差的地方 就是没能够有足够的耐心 良好的和孩子进行沟通 都是权威性的 就是说你就得听我的 就是不去探求孩子 他为什么不听话 他的诉求是什么 不想这些问题 就举个例子 为了应付孩子的那个 十万个为什么的阶段 我就买了一本书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就想着我时刻准备着 你提任何的问题 我答不上来的 我都能翻书 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我还觉得我是个好妈妈呢 可是我记忆当中 我们家小朋友提的问题 都不是那个书本上的 他们提的都是一些 我现在记不住的 特别的奇怪的问题 我都回答不了的问题 举个例子 那时候我不是种菜吗 到了黄瓜丰收的时候 我让我们家的小朋友 去菜园子里摘黄瓜 然后我们家的男孩就问我 妈妈 这个为什么叫黄瓜呀 它明明是绿色的 哎呦 我就说的老天爷 这问题我怎么回答 要现在我就知道 该怎么回答 就是那时候不动脑子 你知道吗 哎呀 自古以来你姥姥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的姥姥也这么告诉你姥姥的 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 管这个就叫黄瓜 你就记住就行了 别问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是换到现在 我肯定就说 呦 孩子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哎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个问题 它明明就是绿色的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管它叫黄瓜呢 咱们一起来找找答案 哎 你太棒了 你怎么这么爱思考啊 你真 你真聪明 可是当时我就没有这么去鼓励我们家的小朋友去思考问题 你想啊 小朋友要是得到了家长的鼓励 他是不是就更爱思考了 是不是 我就因为觉得麻烦 太辛苦了 太累了 就是说没有给予足够的耐心 就是老觉得孩子听话 我就省点心 我就省点事 我不用那么累 我们家的小男孩是属于那种特别调皮捣蛋的那种 特别精力旺盛的孩子 叫又少 鬼点子又多 不停的动换 我基本上都是拿妈妈这个权威来压制他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不带你出去玩 你想得到那些好处都没有 基本上是讲诚这样子 拿权威来压制他 要是我自己管不了他 我就去找警察 老拿警察来吓唬他 小的时候我就让他看那个法国电影 放牛班的春天 让他看给他给吓的 就是他们那个都是寄宿学校的一帮 不听话的小男孩 在那个学校里被那个警察给揍 哎呦给他吓坏了 所以他的印象里面就是 如果我不听话 我妈就得把我送到警察局去 警察得治我 他就这么个概念 现在回想起来 肯定是我那种特别愚蠢的做法 导致警察这个形象 在我们家孩子的这个脑海里 是一个阴影 记得有一年的暑假 我们从日内瓦飞温哥华 飞机降落的时候 就进来几个警察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我当时还开玩笑 我就怼过我们家的小男孩 我说哎 你看怎么这么多警察呀 逗他 他当时就特紧张 然后就说 你别说 你别说话 你别跟我说有警察 我其实是拿他来逗乐子 可是现在想一想 我这种做法多愚蠢 完全不了解 像他这种调皮的孩子 他心里的诉求是什么 他老是被我镇压着 威胁着 恐吓着 所以在我们家男孩小学阶段 他是不放松的 他的个性是没有得到释放的 他是被我这个妈妈的高压政策 权威给压制着 他的内心的诉求 没有被得到理解和满足 他一直被这样压着着 恐吓着 所以他的内心 有很多的个性 得不到释放 得不到被认可 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能够自由的那种成长 在他的小学阶段 他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他的生长的自由度是很少的 也正是因为 他这种自由度越小 小学阶段管得越严厉 到了青春期 他的反叛就会更加的强烈 我们家的女孩还好吧 他真正的有点反叛的青春期 好像是从14岁开始 但我们家的男孩更早 我记得11岁的那个夏天 当他不听话的时候 我就要抓住他 就让他回来写作业 我们家这院子这么大 我根本就追不上他了 我现在回想一下 他反叛挺早的 当他进入青春期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提升 他想要为自己做主 11岁就开始了 12岁就更强烈 到了13岁官方认定的青春期的时候 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也尝到了我自己那样的苦果 在这之前 我们都被朋友打过预防针 说你们要准备好 青春期特可怕 青春期的孩子 会把父母折磨的死去活来 他们都经历过了孩子的青春期 对我们是有预警的 我们心里虽然有准备 但是当我跟爸爸 真正的面对青春期的时候 还是焦头烂摸的 完全的不知所措 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爸爸都发懵 就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个房间当年 可真是我跟我们家青春期 小朋友大战的重灾区 你看三个屏幕 打游戏的地儿 现在基本上不打了 疫情开始的第一年 2020年 我们家小朋友上初中一年级 那个时候都是网课 他们也见不到同学 所有的体育运动 集体活动全都取消 同学都打游戏 他们为了跟同学保持沟通 他们也得用social network对吧 然后就开始打游戏 哎呦打这个天昏地暗 打游戏的阶段 是我跟我们家的小朋友 大战的这个高峰期 就是在我跟小朋友的关系 最紧张的时候 我也尝试了很多的办法 去看很多的自媒体 看心理学家的建议 看教育专家的建议 好像不起什么大的作用 疫情的第一年 我们全家人都在家待着 每天跌头不见抬头见 势必我跟他们之间的冲突 就变得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大 我说如果天天盯着他们 那肯定我们都没好日子过 我盯着他们 他们崩溃 我也崩溃 在我们之间亲子关系 最糟糕的阶段 是因为我选择了逃避 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做自媒体 学着做视频 我大量的时间是用在我自己身上 我刻意的要求我自己 不要把注意力全放在孩子身上 似乎我跟孩子之间的那种冲突 好像有所减少 但是问题还在呢 问题的根本还是没有解决 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 还是很糟糕的 怎么样形容 我跟我们家的孩子的亲子关系 最糟糕的那个状态呢 就是我每天就一睁眼 都觉得特别焦虑 就觉得今天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 我今天该怎么过呀 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跟爸爸 遇了一好天 我们俩就逃离青春期 就跑到树林里去 进山那时候 就觉得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再觉得有碰撞 就得有争吵 就得有争执 然后就是两败俱伤 其实在那个阶段 我也尝试跟我的好朋友去沟通 像个祥林嫂似的 家里有同龄孩子的这些朋友 会给你一些建议 我们就是互相投诉 抱团取暖 互相给建议 其实都说哎呀 孩子都这样啊 你就不用管他们啊 他们会好的 在我最崩溃的时候 我觉得不行 这不是个办法 虽然我心里挺焦虑 挺绝望的 但是我不想这样继续下去 我心里有个意识 我要改变 我不想当祥林嫂 我要积极的主动去改变这个状态 这样下去真的是不行 在第一年疫情的那个夏天 我跟我的好朋友 杰西在聊天 他在新加坡 他有一个跟我一样同龄的男孩 我们这两个妈妈 经常在一起沟通交流 如何面对青春期的这些记守的问题 因为我想他是一个资深的HR 对吧 然后他自己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他都能遇到瓶颈 通过杨教练的提点 他就解决了他这个瓶颈问题 当他推荐我要不要尝试跟这个杨教练沟通的时候 我说行啊好啊 就这样我就在我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跟杨教练的这个个人辅导的这个过程 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第一堂课 贵阳就问我说 你跟我说说你们家男孩子的优点 当时我就答不上来 我说没有 杨教练说真的吗 你在开玩笑吧 你家男孩一条优点都没有吗 我说没有 我一条也答不上来 我是认真的 我能感觉到我当时人内心的那种强烈的愤怒感 强烈的情绪 以至于我说不出来一条我们家男孩的优点 真的说不出来 然后就开始了这种一对一的辅导课程 我跟杨教练的个人辅导的课程大概有十堂课 但是我消化这十堂课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就是每个人的悟性 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就像杨西这样的 他属于悟性特别高的人 教练给他一点 他就通了 但是我要经过不停的练习犯错实践 再重新跟教练汇报 再重新开始 我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才走出来 那时候我记得杨教练让我每天都要打卡 那个打卡就是每天你看到什么 你听到什么 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表达 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积极性特别高 因为我心里的那种迫切感特别强烈 我就想解决我跟孩子之间那种紧张的亲子关系 我做那些打卡练习都是为了在练习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和提高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的能力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积极性特别高 但是就是说能力有限而我经历了很多的失败 到后来你有绷不住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写我今天没绷住 我又发泄了 我崩溃了 我管他三七二十一 我把我的情绪全都发泄出来了 就跟孩子爆炒一顿 哎呀我的天哪 我就觉得当时炒的时候 你的情绪得到了彻底的宣泄痛快 痛快完了 是无尽的后悔 因为你不想让你的日子这样下去 你发泄了有什么作用呢 刚刚跟孩子表达完 妈妈现在在学习 想完全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发火 跟你平和的表达 很好的沟通 突然我又爆发情绪了 孩子就觉得你光说 你根本做不到 想起来那十堂课 有的时候我特期待 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就是不好意思 我自己做出了一点成绩的时候 哎呦 我就特别期待的 要跟教练来汇报 可是当我失落的时候 又爆发的时候 失控的时候 我又觉得 哎呦 这怎么又失败了呢 就觉得特沮丧 这就是这种高高低低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的 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觉得杨教练对我的辅导 最重要不仅仅是我得到了理论上的知识 而且他教会了我方法 比如说他说你选择一个场景 我们来进行一场对话 这个沟通的能力 你怎么说 你怎么能 不把这话给谈死了 能让这个对话健康的进行下去 你有了这个方法 你一定要实践 而且是不停的实践 不停的练习 才会有好的结果 就是说知道和做到 它是两个概念 我知道应该这么说 但是我能不能做到 这也是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练习 首先你有认知 你有一个愿望 我要改变 我不要这样下去 第二 寻求专业的帮助 专业的帮助不是口号式的 鸡汤式的光给你灌 它要有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你一定要拿来实施 要不停的进行锻炼 进行个人成长 一点一点的锻炼 这样才可以 在我小的时候 我特别讨厌我的父母 拿我去跟别的孩子比较 老师别人家孩子正好 那好 那好正好 我特生气 所以在我自己养育孩子的时候 我就尽量避免我自己拿我自己的孩子 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 但是多多少少 你还是会比较 虽然你口头不想进行比较 但是你心里确实在比较 所以你表述的时候 孩子多敏感 他会感觉得到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住在温哥华 他儿子跟我儿子一样大 他的孩子就属于那种特别独立 在学习这方面非常的独立 他根本都不需要操心的 我们家男孩就一直在学校 特别让我操心 不是没按时交作业 就是忘记带书了 或者是忘记穿正确的校服了 没带球鞋了 这种事没完没了的 我今儿给他送一个这个 明儿再缺一个那个 就没完没了的 我觉得特操心 我就觉得 哎呦 这我朋友的孩子 你看人家从来不让妈妈操心 有一天我跟我们家男孩就这样对话 我们家男孩就说 你老是拿我跟他比较 你知道吗 他经常打游戏 我说他是打游戏 他的妈妈也问他了 说你怎么又打游戏 但是那个小男孩拿出了两张卷子 数学一百 Science一百 那个小男孩跟妈妈说 我数学和Science都打一百了 我为什么不能打游戏 他的妈妈哑口无言 我就把这个原话告诉我们家的男孩了 我说完这个 我想着 哎呦 这下我说这个 你没话说了吧 但是我们家的男孩就笑了一下 就说 你老是嘴上说 你不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 但是你就是在比较 那如果我要是拿你跟他的父母做比较呢 你怎么没有像他的父母那样 是个百万富翁呢 哎呦 他这话一说完 我也哑口无言 当你嘴上说你不进行比较的时候 但是你说出来的话 就代表了你的心思 你心里是在比较 对吧 现在疫情都过去三年了 我觉得我跟我们家的小朋友的关系已经非常的清静了 现在跟过去比真的是一个白天一个黑夜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男孩女孩有心的话从来都不跟我说 现在他们心里有什么小秘密都会跟我说 当他们跟我分享他们内心的小秘密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 特别的幸福特别的惊喜 因为当他对你这个家长对妈妈他不信任的时候 他觉得你有平叛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他的秘密 对不对 我觉得你想要让你的孩子信任你的时候 你也要信任他们 良好的沟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沟通里边团大一种信任鼓励 但是你又不评判他 比如说前几周我们家的男孩他考数学没考好 那个数学他没考好 我是有预感 他们两个同年级一样大嘛 对吧 我们家的女孩整整的星期六星期天学了两天习 我们家的男孩就没怎么学习 跟着邻居跟同学出去耍了两天 周一考试回来就特别沮丧 那天女孩先回到家的 跟我们已经报告 他是96分 已经告诉我们男孩比他低 女孩回家了 但是男孩在打篮球 然后我去接他 接他的时候 我也没有去主动提这个考数学的问题 因为他自己要是考的好 第一时间会报喜的 对不对 他不说 我也不说 然后回家进了drive位 到了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把车停在那了 他就跟我说 妈妈你知道吗 今天我就数学没考好 我是一点都不走运 我运气不好 我就跟他说 你不用担心 你这次没考好 我不会责怪你的 但是有一点 我要更正你的认知 你认为你没考好 这是运气的问题 我不这么认为 整个那个周末 女孩一直在学习 你根本没学习 你一直在玩 所以在考数学这个事情上 是挺公平的 学习的人 努力的人 他自然有高分 你不努力的人 你就没有他考的高 我就脑子突然一转 我就说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他现在能够坚持不懈的练健身 有一身引以为豪的大肌肉 然后突然就想到了这个点子 我就说 你觉得你这个浑身的大肌肉 一周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能练出来吗 你们好多同学都练不出来 你想想你现在这大肌肉是怎么练出来的 是就突击一周 突击两天 能练出来吗 还是要坚持不懈的 每周都要锻炼 他就不说话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我就点到为止了 你看我现在学到 就是说我不做平卖 其实他心里已经觉得内疚了 他才特意把车停下来 来跟我说这个事情 但是他的认知又是不对的 所以我要更正他 我更正他的同时 我并没有指责他 我只是拿健身这个问题来 给他打了一个比喻 他又不傻 他一定会去想的 所以我跟他这个对话 结束了以后 他自己给他的数学老师 写了个邮件 邮件大概意思就是说 这个没好好主要是因为 他没好好地练习 好像给老师表态还是怎么着 保证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做作业 好好的练习 make effort 争取下一次考数学 能考一个好分 老师也回信表扬他了 我觉得这就非常好 这个比我指他 鼻子这么叨叨他 那简直就是没法比的 对吧 你越指责他 他就越反弹 这个力量都是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嘛 对吧 你越禁锢他 他就越要自由 你越压制他 他就越要释放 现在我们家的小朋友 都非常的喜欢体育运动 尤其我们家的女孩 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 拿到了全年级 唯一的一个运动奖章 他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我也特别替他骄傲 我觉得只要你运动 我并不是觉得 出成绩是最重要 只要你参与运动 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锻炼了身体自己得到了乐趣 那比什么那么重要 两个小朋友都喜欢体育锻炼 他们对自己的身形 体态 健康状态特别的在意 也在意自己的饮食 比如说吃早饭 他就得注意要有维生素 要有骨 还要有蛋白质 他就觉得妈妈 你喝那个西粥 就是碳水 没有蛋白质 没营养 我就说的对 我也要向你学习 我也得吃点奶酪 来个鸡胸肉 再来一杯果汁什么的 对吧 你像我们家的男孩 健身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而且坚持挺长时间了 然后他又提出来要学全鸡 按照原来我肯定不同意 我觉得拳击多危险 那得脑震荡怎么办 后来我就想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健身都是举重 什么力量训练 训练肌肉的 但是他打拳击就不一样 拳击是这种高强度的 这两个运动是刚好能结合在一起 对他特别的有好处 所以我现在很多事情 我都变得很民主了 在我们家 我再不是一言堂了 我都已经往后退了 更多的把自由还给我的孩子 让他们替自己做主 他们想学什么 想吃什么 想玩什么 想干什么都自己决定 我在后面就是提个意见而已了 现在 很久以前 在我们家孩子特别小的时候 我是我们圈里有名的虎妈 在那个时候 我特别讨厌这个标签 可是现在我一回想 那可不就是典型的虎妈吗 每天把孩子们的日程 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孩子们吃什么玩什么学什么 都都由我说了算 由我做主 而且我当时的个人感觉 还挺良好的呢 当我发现我的朋友 让他的孩子自己决定 开始学什么乐器的时候 我就质疑我的朋友 我就说 你们两口子都不是搞音乐的 你怎么能让你的孩子选择学习小提琴呢 小提琴是最难的乐器 他一定坚持不下来的 可是就在那个当下 我就没有想到 即使孩子坚持不下来 那也是孩子自己的一种人生体验不是吗 我当时就想 我们家的孩子可不能学弦乐 就不过学键盘吧 所以我们家的女孩在四岁 男孩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 都是我做主的 不过我当时比较明智的想法 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学钢琴 绝不是为了培养什么钢琴家音乐家 就是一种音乐熏陶 当他们学会了一样乐器 那他们也就多了一种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 不是吗 到现在我们家的女孩依然在学习钢琴 倒是一直没有考级 我觉得钢琴的考级不是学习的目的 何况一旦开始考级 我觉得我就绷不住 我自己一定会强迫孩子多练琴 那就是逼着我要跟孩子们打仗不是吗 我发现我们家的男孩在三岁 参加幼儿园表演的时候 对吉他感兴趣 所以到了五岁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吉他老师 就开始学吉他 六岁开始学钢琴 但是到了疫情的时候 这两个全停了 这也有我的原因 当时因为疫情刚开始怕病毒 我把这俩孩子都圈家里 不让去学校快俩月 然后他们不就落课了吗 为了让男孩赶课 然后我就把他的钢琴和吉他的思刻 全都给他停了 这一停好吗 你要再重新启动 就变得不可能了 那天也没塌下来啊 照我原来的想法 哎呦 这怎么能放弃呢 这怎么可能呢 坚决不行 只是在现实的生活里边 孩子就不学了 你除了接受 你又能怎么样 难道你跟他成天打 那怎么可能呢 你看通过我自己 大战我们家的青春期 其实得到最大成长的是我自己 我虽然找了杨教练进行了十堂课的学习 但是那十堂课并不是说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我就画一句号结束了 反而是让我有了个新的认知 这就是说除了你在课堂里边学到的 控制你自己的情绪 聊好的沟通能力 最重要的要不停的学习 不停的进行个人成长 因为这个世界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 孩子们在逐步的成长 如果我们老是吃老本 原地踏步呢 势必着我们要不就跟社会脱节 要不就是跟我们孩子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得不停的学习 不停的实现个人成长 我自己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进步 就是以前我被孩子质疑到 哑口无言的时候我特生气 现在我特高兴 正是因为他成长了 他才会就事论事的质疑我 对不对 我们人类的进步 不就是在不断的探索 发现质疑否定继续前进吗 那孩子质疑我 就说明他在动脑筋在思考 不是吗 我不能觉得 我是家长 我是权威 你怎么能挑战我的权威 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那绝不行 自己养育孩子也被动的想通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不再进行道德绑架 我们家的孩子 在我们家男孩小的时候 我老在那边叨叨叨 我说你小时候多难养啊 多麻烦啊 我养你小 你养我老啊 你将来要暴打我呀 我就特老土的那种 家文化的那一套 可是我说多了 我们家男孩特别小就反驳 我就说妈妈 你生小孩又没有人强迫你 你生小孩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愿意生小孩 那你就要面对所有的困难 说得我哑口无言 不是 当他们质疑我的时候 他们就是在思考 是一种成长 他们就是论事 我为什么不高兴 我为什么要生气呢 并不因为我年纪大 我是妈妈 我就说的一切都对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作为家长 只要你们家里边有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的信仰 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 我过去就是太着急了 老着急着 忘子成龙 有那种传统的思想 就像我春天的时候 在菜园子里边种菜 当你剥完肿了以后 有了阳光 空气和水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时间 所以我们要给时间 让孩子去成长 我现在真心的希望 我们家的孩子 能够做他们真实的自己 而不是为了让我高兴 去做一个我眼里的那种 所谓的标准的好孩子了 如果我的孩子能做到健康 快乐 独立 自由 就够了 剩下所有的一切呢 全都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嘛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 弹一曲儿吧